为配合为期两年的外滩地区交通综合改造工程施工 延安路高架外滩下载道将于本周六开始拆除 据估计这项工程建设将使黄浦 洪口 扎北 卢湾 静安 阳浦六个区的地面道路 以及高架道路的部分路段受到影响 为此交警部门制定了相应的交通管理临时措施 提醒市民出行时注意 从本周六零点起 延安高架紫金路以东将禁止车辆通行 北侧外滩上杂道 南侧江西路上杂道 南北向两个外滩下杂道将全部关闭 中山东一路和延安东路的相关路段车道将大幅缩减 拆除施工时间为凌晨零点到四点半 期间部分路段将全封闭 此外南北高架东侧将全天禁止机动车由延东立交进入延安高架主线 内环线内圈由西向南驶入南北高架的车辆将受信号灯控制 以增加内环中环东北段方向的车流量 南北高架西侧进入天目立交的出口关闭时间 将由原来的7点到19点延长为6点到22点 为此交警建议 原来经外滩上延安高架的车辆 可以改从中环内环或周家嘴路海宁路天目立交一线绕行进入高架系统 也可以经过地面从福建路或西藏路上杂道上高架 不过届时拥堵可能比较严重 原来经延安高架前往外滩和阳虎鸿口方向的车辆 交警也建议从南北高架和内环高架外围绕行 或从地面改道 请驾驶员注意道路上的临时指示牌 记者李鹏报道